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 请问基督徒可以上法庭吗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再回答这个问题 提醒我们身体的圣洁 提到了教会当中相争的问题 弟兄彼此相争欺压 亏负弟兄 而保禄提醒我们应当情愿受欺 情愿吃亏 相争的结果是相告彼此告状到法庭当中 让不信的法官来审断 不信主的人来审判信主人的问题 保禄提醒教会中 没有智慧来审断吗 要让外邦人来审断 保禄提醒圣徒将来要审判世界 审判天使更要审判今生的事情 而提醒不义 我们会相争 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黑暗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淫乱偶像 贪婪 偷窃 醉酒 不能承受神的国 我们因主的名而洗尽了 成圣 成意了 我们要脱离这一切的不义跟黑暗 而我们更要在圣洁的事上 警醒 记得与娼妓联合的将要被审判 与主联合的就是得着主的灵 淫乱是得罪身体 我们的身体是神的电 要荣耀神 这段经文提到了在法庭当中相告 圣经的原则是 信徒不当彼此相告到法庭 这是不当的 我们应当寻求在基督里头的和睦和谐 但如果我们是被告 我们是被冤枉被欺压 而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据理力争 而一些的情况他已经触犯到了 法律严重的危害到整个秩序的情况 一些时候基督徒可以诉诸社会的公义 但原则上是在教会内来解决 我们来祷告 呼救主帮助我们看到 法庭相告背后更重要的我们生命 有没有圣洁 有没有相争的问题 救主怜悯识人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